好180年 老闆娘忙进忙出 南门市场一早开市 已经挤进不少老顾客 不过南门市场预计108年将拆除改建 北市府看准总统官邸旁闲置土地 要做中继预定地 当然是沐军最好 你办太远的话就没有 那个客人就散了 其实我每次想说市政府人尽量帮我们安排 让南门市场能够永续的经营 近一仅十年老商家一说要拆迁 当然舍不得 何况喊拆迁早就不是第一次 原本规划搬迁到华光社区 预计2019年4月就能完工搬迁 6月就拆除南门市场大楼 不过居民反对前华光社区依旧无法定案 这回北市府给向中总统官邸旁的台银闲置土地 仅连远大一品院豪宅 土地产权单一 拟炸2.5亿 安置270户摊商长达3年 不过该处距离总统官邸仅250公尺 违岸交通都未经评估 传到府院尔里 让政务委员张景森赶紧挡下此案 因为时程的冲突 所以台语的高层表示 这个部分没办法提供作为 我们南门市场的终极场所 我们目前还是以特市特务为主要的 主要的沟通场地 原则上我们的摊商 全部几乎全部反对去特市特务 我希望市府这边 另外寻觅一个比较适合的地点 究竟南门市场该何去何从 北市府摊商双方依旧巧不容 何况柯文哲还一度把脑筋动到 总统蔡英文官邸旁 虽说是因台银时辰冲突作罢 但就怕一个不小心 柯文哲和中央交火 欢迎声闻严峻强旅家 恒台北报道